嗨 大家好 我是华业导理远方 今天呢 我主要是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家乡的这个饮运水的这个地方 因为现在疫情也很严重 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段呢 有这么一处就是比较空旷的地方呢 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今天也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个饮运水的这个原传地 小时候总期胖着长大 长大后却发现这里流隔了我无尽的美好与回忆 沿江庙水库位于湖南省汉寿县军山铺镇始建于1966年 属松管大型水库 该水库是军山铺旅游景点之一 四面环山 风景优美 山清水秀 该水源地灌溺近13个村是集中近四万余人的饮运水的来源 在我年幼的时候听葱里的老人讲 这水库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附近五个葱子的劳动力共同住建而成 死在工地上的就有几个 伤者无数 无论是春夏秋冬 这里都是非常的迷人 我很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里 回忆儿时的青春 这个水库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这里空气非常的好 四处都是鸟儿欢快的歌声 因为现在是特殊时间 疫情还没有结束 所以在对面的那个山头才是水库的核心 当然在疫情的这个阶段 在自己的大山里面 还有这样一处绝妙的风景 真的是感到非常的知足 这个水库的集水面积是9.77平方公里 纵长蓄水是1038万立方米 最高水位可以达到93.67米 只可惜现在疫情 不能在岸的对面 给大家去拍摄最美的地方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环游达人远方 超过来了 让我们开始渡ires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